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都是成人开始进座 腿脚都硬嘛 刚开始进座我们的姿势都没那么标准 知道吧 那么以放松为主 就是以松进自然为主 就是松了就行了 松不是说你胳膊腿说是心要松 心松 心宽慨而重嘛 心 就是我说大家说不知道心怎么松 我说让你的心微笑 让你的身体某一个地方你去观想就说 我要让我的胳膊微笑 当我微笑的时候是最放松的 重新笑出来 让你的心微笑的时候 你会发现你一下子就太松了 平时我们不知道 不知道怎么放松 还有这个放松方法就是有的有的老师教 就是说 你既然不知道 那就让你绷紧 就坐在这儿 我怎么样能紧 全身紧 就全身往起臭 就说 紧张 紧张 紧张完了以后 慢慢慢慢 让他松下来 这就叫放松 就是有些大家比较笨的人 大家实在不知道什么叫放松 就以这一招来学 这就叫放松 就是紧下让自己松 就不断地放松学 学放松 但是四肢的放松始终是心的放松 但是我们的心是有挂碍 有执着 他就不会松 你知道吧 刚开始你以为松了 所以让心微笑只是你忘了那件事了 是吧 但是随着你修正 你会发现你的心越来越松 越来越松 然后有时候有些地方你还发现 突然就松一下 身体有些地方是绷紧的 因为脉纠缠 气脉纠缠 气脉为什么纠缠 是心有执着 心有局限在执着 所以我们的气脉才纠缠 心减脉开嘛 心沉下的 放松 清净 自然 这是刚开始静坐的要求 一般静坐 普通人就两个大的问题 是杂念太多 比如是人意 灰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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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杂念太多是灰尘 灰尘对峙的话 我觉得第一是饮食上 因为灰尘一方面是疲劳 太疲劳的时候你肯定灰尘 那就睡觉去吧 算了 别做了 除非你说太紧紧 我一定要做也没问题 洗八年继续呗 然后呢 可刺激一下自己呗 然后呢 还有饮食上不要吃肉 吃的清净点 吃的 吃点素 清淡一点 还有少吃 不要吃太多 吃太多就容易灰尘 灰尘 还有就是身体气脉 湿气重的 有病的 由于灰尘 这就根据你情况自己瞧了 身体有病的 吃药呗 调理一下 这是灰尘的一些地方 散乱这个事情 我们都散了 是吧 刚开始如果修止的话 最好是 最好是就是修止 一念代万念 念佛号啊 培呼吸啊 观呼吸啊 数数啊 这些都可以啊 小法嘛 都可以念慈咒语啊 或者听音乐啊 通过一个 或者吃一句佛号有耳朵听啊 其实都在射手 射心 然后来让自己修止 止息 忘心 杂念嘛 然后当你的止 停留的差不多的时候 已经很轻 有一定定义的时候 有一定的 就是说 坐在那儿 有一点清净的感觉的时候 比如说好久不打妄想了啊 但是好像妄想少了 空空凛凛的 有这样一个定义的时候 那么你就会转个第二步 就开始修行 你不要去定义你是散乱的 或者你是红索的 或者你是清净的 比如说我们坐在这儿 你有一个概念 你散乱你拉回就马上停下 你不能说 哎 我散乱了 这就麻烦 这个是个妄想 我散乱了 这个定义比那个散乱还厉害 我散乱了 我要止 我不能散乱 这第二步 这就像空心里边 有一个老花 这一个老花 我要停下来 我要休止 哎 我又停下来了 哎 我清净了 哎 我又散乱了 哎 我又 是吧 这一个老花 两个老花 三个老花 你攀缘嘛 哎 今天晚上吃啥 这种事业能挂上 哎 做好好的做 哎 晚上要吃啥饭了 哎呀 突然想到了 什么豆子啊 我还有什么菜啊 就是女孩子嘛 我要买衣服或者是 就很多世俗的这些 还乱跑 开始实在是看散乱的时候 就用音乐啊 用一些小法门来射手 哎 看你 就是有一点点功夫的时候 就是开始就不定义 不给自己起念 定义自己是散乱 或者是轰作的 不下定义 即使说我轰尘 我坐在那儿 突然我很轰尘 很小睡 那就睡五分钟 坐着睡 让自己不要太扛 就是五分钟以后突然醒来 醒来了 就OK 休息一下 可以的 以前就像阿罗海夜部导弹啊 很多的阿罗海 晚上他们不吃饭 为什么佛弟子中午吃饭 第一是晚上吃了饭 饱暖是盈喻嘛 就是都是年轻二三十岁的男孩子 都是出家了嘛 他生里有反应 所以他晚上不吃会好一点 另外第二个他就是轰尘 容易轰尘 吃了东西容易轰尘 他就饿着肚子不容易 然后他们也晚上到半夜 有时候轰尘了也会睡觉的 坐在坐点上会打倒 不是一直就那么功夫那么清晰 刚兴这些都有的 所以刚开始多去做些小法门 多去学一些小法门去用嘛 你的目的 你一定要知道你的目的是啥 说我要清静下来 我要静下来 瞧呼吸我觉得是最好的 因为呼吸跟念头是关系最密切的 所以一定要懂 会学会瞧呼吸 你的呼吸如果缓向出现的话 你念头一定砸乱 这是为什么达摩祖师就是说 说外膝猪圆内心无揣 心如墙壁可以入道嘛 所以他就提到了他两个重点就是说 心如墙壁 你怎么能心如墙壁呢 心如墙壁不是说你心观想变成墙壁 是心如如不动的状态 心如墙壁 那么一个是外膝猪圆 外膝猪圆 那些打扰你的事情不要干了嘛 是吧 你自己没功夫 他每天就是啥 让你不清静你干啥 是吧 你没功夫 你有功夫 你可以六度外膝 做这个世界一切事而不必进展 在市场里这是功夫 你刚开始没有 那就不要太多的事情 就是外膝猪圆 就是好多事情就 甚至说我有很多事情 但是一上坐垫 我跟这个世界拜拜了 当你坐到坐垫上的时候 这个世界的租源消失 就是把它先屏蔽了 把手机关了 就是这样子 我是均匀 然后呢 内心无传 无传就是没有喘向 喘向其实这个 在形式上就是与呼吸有关 就是你会发现 我们坐在那的时候 哎呦我是肺不太好 就是说现在 就是说如果你们身体很健康的时候 你会发现你的气啊 你的呼吸很短粗 就是 或者在这儿 人家甚至到了脚后竿嘛 一呼吸 人家是大周天循环 我们就在喉咙方寵之地 在这儿呼呼呼 这个时候你杂念一定进不下 你看所有的亲戚打坐的人 到最后静下来的时候 都是呼吸若有若无 嗯 都是到最后气座脉气 肯定没有念头 接近死滑了 你还怎么能伸念头呢 是吧 所以 呼吸跟念头非常重要 所以 所以 学会瞧呼吸 深呼吸 经常 经常收呼吸 深呼吸 还有打坐完的 起坐的时候 哎 学会收 一定要不要站起来就走了 就有个好的习惯 然后把它收回来 两次我再下单级 这要收一下气 把它收到下单级 还有就是两个重点 一个是单排的时候 记得换腿 这个刚开始很多人会觉得 两三年以内你不会出问题 如果你做到十年以上的 很多人会有一点问题 就是单纯一条腿在上的时候 身体有时候脊柱啊 什么会偏 有些人 所以不如换换好一点 也不是每个人都会出 但是做久的人会 还有就是 放松 心放松 让自己微笑 心微笑 放松 以舒适为动 少吃东西 最做的事 就是 对 恢复 第一 五 一 两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